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 來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 出席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 曾德成在開幕致辭示說 本港重視保護文化遺產 正展開全港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 期望在明年中完成 作為日後保護本港文化遺產的依據 展覽會由今月9日至今月27日 在中央圖書館舉辦 介紹表演藝術 書法、衣藥等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展覽會亦會介紹太平清朝 和大坑武火龍等本港文化遺產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恆成報導